李文两位姐姐为李文刊登复文 正式公布丧礼各项安排 丧礼举办时间是7月31日下午4点 在香港殡仪馆一楼大堂举行摄灵仪式 8月1日上午10点30大恋后进行出殡仪式 同时复文上表示 桑李谢绝勃金为延续李文生前乐善好施的精神 望亲有将心意捐赠于玛丽慈善基金或关爱基金 傅文以两位姐姐李丘琳、李思琳的名义摊登 李丘琳丈夫何锦琳的名字也出现在上面 但李文的富商丈夫Bruce的名字并未出现 据悉李文受抑郁症困扰多年 在7月5日亲生离世 终年48岁 李文离世之后 她的死因就成了最重要的未解之谜 不论是轻生还是呕吐物导致的窒息 这个说法貌似都难以服众 只不过随着众多新消息的曝光 李文的这个老公乐玉民嫌疑真的是挺大的 因为根据李文二姐的最新说法 李文在送到医院之后 已经被抢救过来了 一时都恢复了 但突然有一天 路玉民就打电话给女方溢价 说李文不行了 只不过路玉民此前对李文的病情毫不上心 连做乳歇癌手术都不闻不问 还出去旅游 怎么突然间却对李文如此的关心 而且都离婚了 还是前夫 她是怎么比李文的家人还提前得知消息的呢 而且李文的二姐明确表示称 真的不觉得李文会轻生 因为妹妹还多次表示要好好唱歌 要照顾母亲 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就走了 其实李文嫁给一个老外 真的是害了她 李文爸妈北大的 怎么也是高知识分子家庭 全方位碾压 年轻有钱的天后 好的家庭背景 书香门第 路玉民一个网球教练 有啥呀 提鞋都不配呢 路玉民说白了 就是凤凰男 没学历没积蓄来中国淘金 凭借能力和交际 不断攀上人脉 当起了销售和经理 也就是高级打工仔 然后结婚都是女方出钱的 离婚都是分一半的 所以1.51婚礼 是李文自己的钱 按照美国法律死后 还要分十亿给她 估计这才是 乐玉民关心李文生死的 根本原因吧 南方娶到李文 确实是高攀 李文给她介绍人脉 出资金支持她事业 1.51婚礼 也是李文自掏腰包 真的太可惜了 这样一个善良单纯 为爱全心全意付出的人 最后换来了渣男出轨 无视冷漠 两个失落挤出养大的孩子 还被刺她破坏父母婚姻 完全就是白眼狼 也有网友称 李文妈妈描述的 与爸爸爱情太美好了 可惜爸爸还没见面 就去世了 妈妈从此未嫁 在这种美好的描述下 对自己的爱情一定是憧憬的 同时父爱也是缺失的 这使乐玉民这个渣男来 虚寒问暖 真的很容易感动 但渣男本色是渣和不负责任的 与他父母的爱情不符 就会幻想破灭 毕竟离婚渣男还要分你的财产 为了这样一个男人想不开 抛下爱你的妈妈和姐姐们 一心赴死 真的很不值得 他不配啊 无怪护李文的家人 一定要坚持试捡了 这里面的猫腻 真的是太多了 毕竟不论是现实生活 还是电影和电视剧 一般情况下 老婆离其死亡 或者失踪 老公肯定都是第一嫌疑人 这个乐玉民 真的要好好调查一番 所以说 女人别把婚姻看得太重要 特别是你嫁给了老外 三观不同 认知不一样 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看看中国的很多女明星吧 嫁给老外之后 有几个好的 最后都是惨淡收场 也不知道这么好的女孩子 图老外什么呢 真是没想到 李文离世之后 前夫布鲁斯一家 要来抢遗产了 这也是为什么 李文一家 要带着律师团 去警署备案了 就是害怕李文的资产 被布鲁斯给卷走 当然了 李文和布鲁斯已经离婚了 但是手续还没办完 这其中还有什么牵连 大家暂时还不得而知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李文的两个妓女 已经明确表示 会来征产了 根据港媒的报道 他们俩会去李文的灵堂 但是不会去击败 很多人都质疑 这两个妓女有继承权吗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 自己能获得李文的遗产 其实还真是有可能的 因为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要有相关的收养程序 或者说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才有继承权 但李文和这两个妓女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肯定有众多的转账记录 或者说给孩子的消费记录 这就是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所以说 这两个妓女才如此的理直气壮 去争李文的遗产 只不过房产的部分 他们暂时寄予不了 因为李文的房产是掌命器 已经锁定给了她的母亲 香港买房的时候 就要填好房子是几人持有 如果一方死了 是另一方自动继承 还是按照继承法继承 而且如果钱是被赠予的 要在买房的时候 由赠予人声明自愿 把钱赠予对方 这样以后这个房子跟赠予人 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样挺好的 避免了很多纠纷 说白了 这就是婚前财产 然后结婚时 估计签了协约 不进入婚后财产 而且遗产继承 不进入这个房产吗 反正她丈夫又没有为 那个房产付出一分钱 有啥好在乎的 估计前夫和妓女 想要争夺的 就是所谓的婚后财产 比如说银行存款 现金 贵重珠宝等等 毕竟这部分李文还没留下明确的遗嘱 究竟给谁 凡是在公正处理遗嘱都是有效 另一遗嘱人申雇后 家人不同意遗嘱继承 那就可以撤销 之后财产按法定继承 如果这十亿是婚姻存续关系期间取得的 属于共同财产 首先其前夫应当分割一半 剩下的才属于李文家人可以继承的财产 根据其遗嘱开始继承 如果说李文和前夫离婚成功了 双方没有经济上的纠葛 那么只有两个妓女才能争夺遗产 前夫布鲁斯就正式出局了 其实闹成这样 也真的挺难看的 李文死因多归为婚姻失败 老公出轨抑郁症 绝望自杀 其实是多种病痛和想当妈妈 却多次试管失败等原因导致的 婚姻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一般他们肯定都会每年体检 乳腺癌是比较成熟的了 短时间根本不会影响生命 感觉他经历的事也太多了 全部都是对精神很有打击的 李文也不知道是着了这个前夫什么道 如此的迷恋男方 如果不是无所谓的心态 平凡换对象也是一种精神能量的损害 其实这么有钱 没必要付出真心 直接找一个帅哥玩玩 跪舔自己挺好的 钱货两清 但是女人总是太傻 容易付出真心 自己离世之后 遗产还要被妓女征产 真的是挺让人心疼的 我们的身体 既然最好 日本的孔冷 后别私寻足 再偶然